本宫是皇后 她是妃子 她一定要来和本宫请安 再晚也要等下去 请安是清朝嫔妃向皇后每天必行的礼仪 除特殊情况 比如端妃生病向皇后请病假 就可以免了请安 但是妃嫔不能无故缺席 否则就是对皇后不敬 余理不合 容易被人诟病 在皇室 会成为别人攻击你的把柄 皇后为什么执意要等 因为华妃没有命宫女向皇后请假 要是华妃还没请安 就直接解散 那华妃有可能去雍正那里装委去 雍正肯定不会因此怪罪华妃 反而会担心华妃因协理六宫无法抽身 直接免去了华妃的请安 这样从理智上 皇后和华妃的对抗上就丧失了唯一的优势 刺肠 华妃乘坐的是八台布链 在古代 只有受宠的嫔妃才能坐在布链上 是荣誉和地位的象征 下一个层级的常在 或者答应出行只能坐轿子 心肠在身子见好了 来得这样子 多谢娘娘关怀 早起是有些不适 但是也不能耽误了 给皇后请安